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宇 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第三季的这就是街舞 俨然成为了综艺界的一匹黑马 收视率冲在前头 热度居高不下 每次到了更新的时候都会有多个词条登上热搜 不过综艺的精彩体现在看点上 街舞三的看点在于队长和选手的身上 有众望所归也会有诸多的争论点 这一波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王一博队长的选手作品惊艳众人 与此同时 王一博和张艺兴力破不合传言 在街道海选之后 四位队长终于可以好好地坐在一起 看选手们的表演了 而且这次还邀请了黄博老师 因为节目赛制就是会不断地淘汰 所以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 经过一整期的街舞三 观众的嘴可能一直都没合上过 全程都是哇哦哇哦 因为选手们真的是太厉害了 每一个作品都让人头皮发麻 技术含量特别高 以至于现场的队长 面部表情和动作都非常丰富 随手一节都有可能是一张表情包 其中选手杨文涛和CC的作品喜 直接的成为了热搜第一 引来了无数人的围观 这是一对小夫妻 在节目中表演的时候呢 现场的所有人都是先笑嘻嘻地吃了一把狗粮 结果看到最后却都红了眼眶 就连队长们也都震惊了 有街舞的技巧 也有故事的反转 谁看了都会忍不住说一句绝了 与此同时这两位呢都是王一博接到的选手 而且能够拿到毛巾 也是一小段故事的 当时这两位选手还选的时候 出场都比较靠后 王一博因为大秀倒数第一 所以拿到的毛巾也是最少的 到了后期呢更是不够分 在这种情况之下 王一博遇到了杨文涛和CC 夫妻二人的表演让王一博很是喜欢 不过相比之下呢 杨文涛的控制力远高于CC 而且编舞能力很强 再加上毛巾同时给出两个 那后面的选手几乎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其实呢王一博完全是可以 只给杨文涛一个人毛巾 但是王一博却选择了为CC去争取一条毛巾 就这样王一博带着大家去抢毛巾 和队友们一起合作 两场battle惹的是现场选手们尖叫 也得到了裁判的一致认可 获得了一条毛巾 王一博想都没想 直接把毛巾送到了CC的手上 这才抱着了夫妻二人 也才能够有如今喜这样的经验的作品 所以不得不说 王一博选人的眼光真的绝了 不仅考虑选手的个人实力 还考虑到了配合 与此同时 自街舞3开播以来 一直都有有心人带节奏说 王一博和张艺兴不合 各种所谓的实锤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双方绝大多数的粉丝都很理智 不过呢也有一小部分的粉丝去撕对家 这同样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然而王一博和张艺兴的关系 其实呢一直都很好 算起来呢张艺兴又是王一博的前辈 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所谓的不合 在此之前王一博与张艺兴 在微博之夜的活动中同台 还牵手前行 在更久之前 两个人还合作了电影 如今在街舞3当中 二人互动非常频繁 王一博还主动向张艺兴讨教 Cream 张艺兴教的认真 两个人呢轻轻松松就力破 不合传言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